我們五魚呢 它的肉質鮮嫩肥美 然後半斤條魚的大小呢 很適合小家庭 一家四口好好的享用它 一家吃得很開心 大家好 我是Tami 歡迎來到國民媽媽的家常餐 老師好漂亮 我們的乾溫喔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尷尬喔 因為剛剛有人呢 聽說有人在螢幕上學我的聲調 大家好 我是Tami 的弟弟 Tami 人家說 英語二賣三賀啦 Repeat Apple Me 英語二賣三賀啦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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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英語 英語就是 今天的主角 為什麼蛙魚會排在第一呢 因為它就是Top1 最好吃的人 好 我們的主角 五魚 出場囉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道 蒜香五魚 好我們的料理魚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把它內臟 全部都剝除乾淨 沖一下用水沖乾淨 如果有血水部分都全部都沖乾淨 因為這就是腥味的來源 我們在魚腹上呢 畫個幾刀 等一下會比較好入味 表面磨一些鹽 下鍋之前用指巾 把表面的水分擦乾 等一下才不會 噼啦噼啦噼 噼噼噼噼噼 煎魚要不怕黏鍋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熱鍋 登 登 這時候就是登 我們家比較喜歡吃肉比較多的魚 就像鮭魚 然後它的那個 Omega 3也很多 就是 魚油很豐富 然後營養素很豐富的鮭魚 是我們家首選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不是說 英文魚 賣三咖啦 那個碼頭魚我們家也很喜歡 用的是不沾鍋 所以油就著亮 不用太多沒關係 好我們鍋子夠熱 油夠熱之後來放 慢慢放不要用丟的 不然它會跳給你看喔 然後一開始不要翻動它 然後如果怕油爆的話呢 這時候可以拿這個 鍋蓋當你的盾牌 好翻面 翻面翻得過去嗎 好可怕 出去了 顏色比較金黃 就可以下蒜頭 把蒜頭煎出香氣來 然後如果鹹油太多的話 我們可以把油 瀝出來一些 沒有 我幫你保險嗎 沒有 趕快去加飽 哈哈哈哈 要加其他 辛香料跟醬子 辣椒 然後姜 酒 醬油 糖 水 沖白 沖濾 最後再放 拿一支大湯匙 比較方便的醬汁 邊燒邊淋 這一面 那如果喜歡 魚的口感 稍微比較香酥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魚先 拿起來 先撈出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把汁稍微再收稠一點 讓它有點咯咯的樣子 然後可以偷吃一下 這差不多收稠之前呢 然後我們把蔥綠放下去 歐稠的醬汁淋在魚身上 然後我們鹹香美味的 蒜香五魚完成囉 我們五魚呢 它的肉質鮮嫩肥美 然後半斤條魚的大小呢 很適合小家庭 一家四口好好的享用它 一家吃得很開心 喜歡我們的料理影片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謝謝 他很煩欸 他很煩欸 我是說剛剛叫他來辦 他 很對 我那個 我那個 我老公他妹妹的兒子 也這樣在學我 我在想要罰他